美国最新的研究显示 收缩压的标准应该低于以往的标准值 而严格控制血压可以大幅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挽救更多的生命 研究也提醒医生应该采取更加大胆的方式来治疗高血压患者 特别是超过50岁的患者 一般的临床指南表明 健康成年人的血压应该介于80到120 高血压介于90到140 研究显示如果人们可以保持自己的收缩血压在120 则可以让心脏病、中风、肾脏衰竭等疾病的发病率降低三分之一 同时降低死亡风险近25% 其实长久以来 医生对于收缩压标准值这一课题争论不休 而这项研究提早一年得出结论 对于医学界是个好消息 这项研究从2010年开始展开 共有超过9300名高血压患者参与 目前选美超过三分之一的成人患有高血压 一切都是三分之一的成人患有 这些是轻输一个 三分之一的成人患有高血压 二切都是空气压标尽自有着 澡深刻在兽力的温度水辱珍 你是下葱用前选美超过三分之一的成人患有 你没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